关于幸福这个话题 李清照有一首词 做了一个回答 这首词的词牌子叫 简字木兰花 卖花淡上 买得一只春玉发 泪染青云 游带铜霞 小路痕 怕狼猜到 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并斜沾 涂要叫狼 笔并看 这个词 可能有的人不太熟悉 其实写得也非常好 春天到了 卖花郎 挑花蛋卖花 李清照看到了 买来了一只鲜花 这个鲜花 上面还有点点的露珠 看上去是楚楚动人 非常的漂亮 左看 又看 真好看 看了一会儿 就看出点犹豫来了 也看出点担心来了 他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说 这花这么好看 我拿回家了以后 让我丈夫赵明成看了 他就老喜欢这个花了 就不一定喜欢我了 因为什么呢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花 比我这个人长得还漂亮 所以他说 怕狼猜到 炉面不如花面好 我就害怕他看见这个花以后犯猜疑 就觉得这个花怎么长得比我夫人还要漂亮 其实我们想想 李清赵这会儿也就才十八九岁 本来就是青春年少 青春焕发 他又饱读诗书 细致是清丽而高雅 怎么会担心连一枝花都比不过呢 他之所以啊 怎么故意要猜疑赵明成的想法 之所以要故意这么样去嫉妒这一枝鲜花 有另一层含义 其实就是想很柔情的告诉赵明成 我是多么多么的在乎你 也是想顺带的告诉别人 在我们家赵明成的眼睛里头啊 我永远都是最漂亮的那个唯一 这个词人写词 尤其是女性词人写词 那种纤细的内心的活动 往往他要表达一个意思 要从反面去说 当他说是的时候 往往是说不是 当他说不是的时候 往往说就是 所以他接下来才说 云并斜簪 涂药叫狼 比并看 好 你这朵鲜花 你不是很漂亮吗 好啊 我们就来比一比 我就把你插在我的云并肩 插在我的头发里头 鲜花和美人的脸庞 并列 然后等到赵明成从太学放学回来以后 看一看 咱们俩到底谁更漂亮 那就得让赵明成来说个答案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非常喜欢他的赵明成 肯定会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肯定会有一个肯定的答案说 这朵鲜花 确实是美啊 不过我的夫人 确实更美 简自木兰花 买花淡沙 买了一枝春雨放 泪然青云 游带头霞 小鹿狠 怕能猜到 奴面不如花练坊 云便携赞 涂要浇篮 比便看 宋徽宗宣和三年 也就是公元的一二一年 当时已经41岁的赵明成 到山东的莱州 担任支州 这一次 他提出来 把他的夫人李清照 也带在身边 一起去做官 那你看这是好事啊 终于要团聚了 是吧 自从离开青州以后 他们俩一直就是 断断续续的两地分居 这应该感到庆幸 是吧 他们团聚了 我们应该为他祝福 可是有一样 就是说 等到他辛辛苦苦的 风尘仆仆的 从青州赶到莱州的时候 他跟赵明成的会面 的情景 好像不像他想象的 那么的美好 这个答案呢 就隐藏在 他到达莱州后 写的一首感怀诗当中 诗是怎么写的呢 寒窗拜祭 不舒适 公路可怜 何至此 青州从事 孔芳兄 终日纷纷 喜盛事 作诗谢绝 了闭门 宴起凝乡 有家司 这诗说的什么意思啊 就来到的这个 莱州的这个房间里头 窗户破败 诗我以陈旧 年久 世修 既没有书籍 也没有字画 我在青州所熟悉的一切 在这都没有 我已经变得像当初三国时候 袁树 兵败 如山倒的时候 那种惨状 那个袁树啊 兵败的时候 跟他手下说 我想喝点蜜糖水 那人回答的好 说现在只有血水 哪有蜜糖水 袁树听了以后 大喊一声 口吐鲜血而死 李清照说 我比那个袁树还要惨 是吧 这都是因为 美酒和荣华富贵惹的祸 为什么呢 天下人都会追求美酒 都会追求荣华富贵 所以才会抛弃 安逸清静的生活 到这个地方来 追求公民富贵 可不是吗 我的丈夫就没法陪我 害得我一个人 待在这个冷冷清清的地方 我百无聊赖 怎么办呢 只好把门关起来 自己写两首诗 聊以消遣 孤寂的情怀 最后两句 说的特别绝 说什么呢 说你别以为我很孤单 我一点都不孤独 我有好多朋友呢 起码有两个 一个叫子虚 一个叫乌友 合在一块就是子虚乌友 这我最好的朋友 我 其实你要想想 这诗写的特别的奇怪 为什么呢 它不是一首送别诗 也不是一首相思的诗 而是一首什么呢 倍感冷落之后的抱怨的诗 这个题材跟刚才读的那首词 完全不一样了 它表达的是一种 非常的冷清和寂寞的氛围 感慨 寒窗拜祭无书史 公目可怜 何至此 清柔从事 恐方修 终日纷纷 喜生事 作诗谢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有心声 此虚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